这里记录着印尼人祖先灿烂的文化 它的独特之处在于其高崇的尖顶建筑和高达47米的中心建筑 普兰巴南寺庙是印尼境内最大最美丽的印度教庙宇建筑 也是东南亚最大的印度教庙宇 普兰巴南寺建于十世纪共有八个圣殿 其中三个主殿分别祭祀着师婆、批士奴和罗摩 这三位印度教宗的主神 殿群的建造是模仿神话中描述众神仙居住的马哈木罗山 因此各种雕刻和装潢图案营造出了一个梦幻般的仙境场景 传说创建普兰巴南寺的原因是一场单相思 有个叫班冬的大力士要娶公主为妻 公主不愿意就刁难班冬 要他在一夜之间为他建立起一千座神庙 班冬借助鬼神之力迅速在这片土地上把庙宇建立起来 当班冬完成999座神庙的时候天还没有亮 公主一看 马上派人放火 引起公鸡暴晓 纵鬼神文鸡逃窜 班冬圣怒之下把公主变成了神像 也正是这个传说 引导荷兰探险家对普兰巴南的探险发现了这座废弃的寺庙 1918年 荷兰人才开始对废弃的庙宇重建 1953年前后 人们完成了对其主要建筑的重建 而2006年的印尼大地震却遭到了严重的破坏 许多浮雕碎倒在地 让多年的重建工作损失惨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